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们的韩国流区通网 那么今天呢,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新的课程 就是我们新出的韩国语能力考试整体讲解课程 那么众所周知啊,从去年2014年的下半年开始呢 我们的韩国语能力考试发生了很大的改革 从体量内容和时间呢,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由此而来的2015年的今年呢 一年只给我们提供一次这样的整体了 所以使我们的备考难度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也希望同学们通过以前的这个真题呢 来进行复习啊 那么我们的韩国流区通网呢 把这个改革后的真题呢,做了一个多层次 多领域多次数的这样的真题讲解课程 那么通过我们的课程和大家的反复学习呢 我相信在下次的考试当中呢 一定能取得很好的成绩 也可以提高我们的韩语水平 那么从今天开始就跟我一起来学习 我们的真题讲解课程吧 我也期待大家的好成绩哦 我期待都没有